我们先说说插队 您是哪年插的队 1969年1月17号 69年1月17号 全国第一滴 记得多清楚 您去了哪 我在四川 靠近这个梁山地区的一个公社 叫做安古人民公社插队 你现在回想起那段插队的日子 是什么色彩 很惨 很惨 而且没有吃的 非常沉重的体积劳动 当时我觉得最大的 最大的东西是心情 那么我是1月17号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叫二斗米 跟我特别好 我一直把我顾 我到农村 我自己走的那一天 我是觉得我的心情 跟当天天空一样 像铅的颜色一样 像铅一样沉重 而且我真正觉得 什么叫枯藤老树魂 我们要过三道河 他送我到第一道河以后 给了我两条香烟 叫向阳花 是七分钱一包的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抽烟的 当时我才16岁 他就说这个 你一个人下去 你苦闷了 你就抽烟 他说我一定坚决不差对 我就要坚守到底 留在城市 因为他是个工人的孩子 但半年以后 他也下去了 他也下去了 那么我这样下去以后呢 在农村呢 确实很艰苦 但是呢 我觉得当时在农村 执行这段生活 我觉得给我们的 带给我们的这些苦难 我觉得全部是后来我们的财富 变成了现在的人生的财富 全是财富 对 那您呢 这个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是 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我听人家说 说您当时插队的时候 人家别人呢 都多带点衣服啊 什么多带点吃的 您是挑了一担子输去的 由于当时我们在当时 主要是痛苦 主要是痛苦 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是什么 所以呢 每天劳动回来以后 没有别的事情干 我觉得就是 就是越段说 就读书 然后我的房东 房东的隔壁 也是一家下饭回原地的 那个人可能也是个书生 他有一部分说 他呀 我们俩隔着一层阁楼 我的这边是个猪圈 他的旁边是牛圈 是不通风的 味很大 而且冬天很冷 我呢是一个月四两没有 四两 四两没有 我看两天晚上书就没有了 但是他们家是五口人 就两斤没有 每天晚上 我都没有 比如我的煤灯 点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 他再给我隔了一个篱笆 那开了个洞 他在那放了一个 就是带那个整形的 那个通心草的 那种就有盏灯 点一个 我就看书 我现在的视力非常好 还不近视 就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当时的阅读 跟我们带来了 就是说很多温暖的东西 我觉得书是书籍啊 在低声地跟你讲 另外一种生活 对 你看他现在说起来 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苦啊 就是把人吃糠宴菜 都忘掉了 那都是毛毛雨 留下记忆的 都是这种 这种啊 觉得很有意义的事 您刚才说了一关键词啊 您说现在想起来 那段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我就很想知道 您怎么理解这个财富 它对您的人生 都历练出了什么 让您觉得它是财富 首先坚忍 坚忍 坚忍 毅力 就是坚定 这个我觉得是男人性格中 最重要的成分 我就跟你讲几个例子 我们干过什么事呢 比如说我所在的地方啊 就是说农忙的时候 我们是一年四收 一年三收以外 还有一季糯米 这个糯米的是 十一月中旬 四川雨季来了以后 在收割的 这个糯米呢 它的那个盲刺 像那个麦子一样 我们又下着雨 然后呢 我们一边一个 一个毛巾 就这么擦汗 然后呢 就这么去割 这么去割 每天啊 就感觉到 只要太阳一落山 我们就收工了 所以我的手上 全是这个镰刀割的口子 这个手差点 从这儿割断 就是最后一个瞬间 但是我这样的东西 我们下来了 那么农闲的时候 我们干什么呢 我说我们干的事情 可能现在人听了 都觉得 是不敢想象的 比如说我们知青呢 这个 我们要回到城市去收 收大份 因为这公社 缺肥料嘛 人民公社的船 放下去的时候 是非常嚣张 非常漂亮的 我们有一个48倍次的 苏不拉底的手工琴 知情都是苏联歌曲 俄罗斯歌曲 放着水下去 回来啊 就是拖船 关键就是拖什么 拖大份 我们是为了这个船 轻易点 能够顺利的 拖回人民公社 生产队 我们叫跳到那个池子里 淹到这儿被糞池 然后用船上那个附水斗 去垧面上的东西 然后挑两个干干的 结结实实的 为船 每人收了这么一袋 我们就干这个事 现在你让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跳 他们敢不敢跳 不敢跳 我们当时是一无反无 毫不忧意就跳下去 有了农村这几年的历练 我们就变得纯净更纯净了 我们怕什么 我们就是一个好海绵 遇到任何东西 我们都可以吸取营养 所以大学四年 对我们来说 是最饥渴的四年 我们从完全不懂电影的人 最后去 学习了电影 然后选择了他 作为一个职业 来走自己的终生 这跟我们当知青时代 我觉得是有关系 跟知青的这个历练 锤打是有关系 嗯 好 1972年 吴子牛凭着不断的努力 从插队的农村 考入了四川省 乐山地区文艺学校 毕业后 在乐山地区文工团 从事创作和演出工作 1978年 吴子牛考入了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与陈凯歌 田壮壮等人同班 开始了正规的专业学习